有人说日方做出决定 争得了美方的许可 我要强调的是 美国的许可 不等于国际社会的许可 美国居然还对日方表示了感谢 既然美方重视环境问题 就应该切实负其责任 从维护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安全出发 敦促日方 以诚实科学负责任的态度 慎重对待辅导核电站事故 核废水处置问题 而不是不分是非 不讲原则 采取双重标准 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 太平洋也不是日本的下水道 日方处理核废水 不应让全世界买单 至于日本个别官员称 这些水喝了也没事 那请他喝了再说 日本水与病阴见不远 当地受害民众的伤痛还未抚平 日方不用忘切历史悲剧 更不应揣着明白 装糊涂 我们强烈敦促日方 认清自身责任 秉持科学态度 履行国际义务 对国际社会 周边国家 以及本国国民的严重关切 做出应有回应 日方应重新审视 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 在同各例攸关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之前 不得擅自启动排海 中方保留 进一步做出反应的权利